浩荡长江 奔腾万里 孕育了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 上海 也造就了山水之城 美丽之地的重庆 护与两地同饮一江水 复旦上衣 也与重庆结下特别的情缘 1955年 中央决定上海第一医学院 分迁重庆 以钱德 佐景健 使美森等著名专家为代表的 四百余名上衣人 西迁重庆 开创了重医基业 铸就了心火相传的西迁精神 六十余载蒸容岁月 几代重医人 接续奋斗 学校办学水平不断提升 综合实力 位居国内医学院校前列 学校努力培养具有人文精神 科学精神 爱国情怀和国际事业的高水平医疗卫生人才 持续深化 教育教学改革 整合医学课程体系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临床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 与住院医师归陪一体化改革 均走在全国医学院校前列 人才培养质量 学生综合素质不断提升 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 学校始终把人才作为创新的根基 通过引进和培育 建设了一支以高层次人才为核心 实力雄厚 德才兼备的师资队伍 高层次人才数量 居世属高校首位 学校博士 硕士学位授权点 覆盖医学门内主要学科 本科专业涉及六大门类 临床医学 而科学 医学检验技术等专业 位居国内前列 形成了以医学为主 多学科协调发展 特色鲜明 优势突出的学科专业和人才培养体系 建成了儿童健康与疾病 国家临床研究中心等 四十一个科技创新平台 先后承担了五十余项 国家重大重点科研项目 获得国家科技发明二等奖 科技进步二等奖五项 研发了世界首套原创 球形聚焦集生科学装置 世界首台 低功率超生分子显像 与治疗系统的仪器设备 超生分子影像技术 抗抑郁药物 中风药物等多项原创成果 成功转化 八山与水 滋养了宠医 宠医以人才培养 科技成果 医疗技术 努力回馈社会 服务人民群众健康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学校共有直属附属医院八所 医院数量和规模 位居国内医学院校前列 三所医院进入全国百强 儿童医院位列全国同类医院前三 危难时刻 重医人赴汤蹈火 旧死扶伤 以京城医术和高尚医德 生动诠释了医者人心 学校坚持开放合作 融入一带一路建设 吸引了五十个国家的学生留学重庆 与全球四十余所高水平大学 开展人才培养 科学研究交流合作 助力重庆 打造内陆开放高地 创效先驱种下的这棵榕树 是重医发展的建政者 也是重医人自强不息的精神象征 它实时昭示我们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在新时代砥砺奋进 为建设教育强国 健康中国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再立新宫